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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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铁仔在这里 9月17日那天 即是轻铁通车35周年的前夕 那铁就举行了轻铁车厂开放日 所以我约了三个朋友仔 在這個輕易車廠開放日 當中就包括Law和Loopy 由於入場之前是需要透過MTR Mobile 或者TheGuru平台開回之前搶票的入場卷KR Code 給之前確認才可以入場 但是雖然之前搶不到票 不過已經透過早前的問答比賽 拿到入場卷 事不宜遲 立即看下可以參觀的展區 這次這條片的片段太少 因為大部份全部都是照片 首先第一個展區就是 車展覽區 這個區位就展示了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以及第五期輕揭過一架 給市民或者鐵路民演商臨簾 這個展區 在字幕的尾聲再逐格逐格介紹 離開列車戰艦之後 就會有不少輕鐵有關的技術狀況 在戰士版出現 個市民には 各地的投票 有在旁邊的方便 也在旁邊的工作 有些人會在旁邊 在看完藝術作品之後 會有吸引柱 居然這次車廠開放日有不少攤位遊戲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已經不想玩 直接去以期輕鐵的展覽 由於當時去參觀以期輕鐵的人數較多 沒夠安排最後一排 我另外兩位朋友都想參觀 不過去到那時已經自走路 搞到只有我一個可以去參觀以期輕鐵的車廂 潑別了差不多八個月的我們 終於可以再次達入以期輕鐵的列車車廂 唯一不放過的地方就是駕駛室 之後再拍車廂內部份的細節位 只不過由於時間緊低 未拍完整個車廂就要馬上下車 因為在車廂那邊是有限時的 有限時的車廂 在車廂內部份的地方 手廂當然是在車廂 也有限時的車廂 有限時的車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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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二期興鐵展覽旁邊 除了有攤位遊戲外 這個位置還有紀念品銷售點 在這個時段完結之前 同時來到節目的尾聲 就順便介紹一下所有輕鐵列車車隊 首先就是第一期輕鐵列車 由澳洲製造 在1988年為了配合屯門第一期輕鐵路線通車而提供服務 現時行走的同款列車一共有67架 其中兩架有列車稱號 1004號 1004號稱為輕鐵線風 1070號稱為史黎炎 但是這兩架車在2011年搬出其他車隊翻身後 列車的車身上就沒有了這兩個稱號 排在第二架列車就是第二期輕鐵列車 由日本製造 在1992年為了配合天蘇維紫線通車而提供服務 同款列車一共有30架 其中10架是沒有駕駛室 但設有後備駕駛台的拖卡 這款列車走到2023年2月已經退役 有其中三架已經捐到位於石家莊鐵路大學那邊 另外一架劏了一本就捐到英華小學做鐵路教室 而最後另外那三至四抽暫時保留用途 並且保留在屯門車廠 而第三架就是第三期輕鐵列車 同第一期輕鐵列車一樣在澳洲製造 並且在1997年為配合輕鐵服務增長而提供服務 同款列車就有20架 列車顏色方面是輕鐵35年來 仍然使用九桿鐵路塗裝 亦都是仍然服務中的輕鐵列車 這款列車服務到現在已經是開始使用電子路牌 初期這款車的塗裝是留住條白邊 但是去到2003年之後 這條白邊已經在三期輕鐵中消失 而排第四的列車就是 第四期輕鐵列車 這款車澳洲就負責列車設計 中國藍車就負責製造和生產 這款列車在2009年 排列車中有22架 其中兩架是早前因為嚴重意外 而利用新車架的身份復出的列車 這兩架列車在重新排列車之前 已加設已無感形器 而車身就利用了淺紫色和鮮綠色的條紋 同時亦都改用白色圖裝 座位方面 就由以前的橙色 改用紫色和綠色這兩種顏色 車廂同時亦都裝設三部閉路電視 車廂都可以透過閉路電視 監察到車廂裡面的情況 另一方面 同時加設了輪椅專用位和安全帶 方便殘製人士搭車 最後一架就是第五期興鐵列車 這款列車在中國製造 並且在2020年下服務 同款列車一共有40架 其中10架是沒有駕駛室 但設有口比駕駛台的拖駛 主要就是取代在1992年下服務的第二期興鐵列車 這款列車和第四期興鐵不同之處就是 車廂改用港鐵遠景列車風格 唯一車身是仍然使用淺紫色和鮮綠色的長耳彗滑的團紋 在參觀完列車展覽後 在參觀完列車展覽後 興鐵車廂開放的行程也結束 好!結束! 現在就要離開興鐵屯門車廠 現在就要離開興鐵屯門車廠 到此結束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讚和訂閱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今次這個活動就完成了 反正說我已經離開了 只剩下我和這條影片 現在就去哪裏呢? 我想呢就去安定那邊吃晚餐 然後再準備食物 待會兒